全国鸣米产地比赛 三星乡在台梗八号组农友入围的第一阶段的初选 公所特地举办促销活动庆祝 从9月22号开始 购买两公斤装了三星米 就享有买一送一的优惠 没人限购两包 促销日期只有五天到26号为止 三星乡农业传出好消息 米农台梗八号组的农友刘明泉 卢国书与简峻村入围全国鸣米产地冠军赛 第一阶段的名单 公所为了鼓励消费者支持三星米 举办买一包送一包的活动 共同分享三星米农的光荣 我们今年比赛跟翁年不一样 翁年就是个人的冠军赛 今年特别就是他三个团体做的比 那整个团体就是我们冠军就是代表一胸 我们公所 特别我们三星米的文字报 特别要来办理买一包送一包 这个畜生活动 希望大家来分享 时间就是在后来拜日到拜五 这五天 你如果买一包就要送一包 但是这个人可以买两包而已 尤其是刚刚在我们食安的问题 很多时钟 我们三星相公所 特别要给大家推荐 经过我们三星公所的检验中心 检验过 不但好吃 又健康 安全安心的三星米 农友将参加第二阶段的决赛 角逐全国鸣米产地冠军 预计18号下午成绩揭晓 入围者刘明泉也感谢乡长宣扬三星农业不遗余力 他们才有如此的好成绩 很荣幸 因为我们可以为地方来争取这个光荣 就是我们乡村一乡来台北我们这个农民 对我们农民非常地照顾 所以说这个公司就是要感谢我们的乡村 我们也准备好了 虽然如果得到冠军 公所就会发给他们这座 十万块的资金 其中传变变了 一定要拼合冠军 你不单是代表你这座 你也代表三星义的冠军 三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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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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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9月22亿两天 乡长黄石雍将率领三星农产青线大使 洛克马宝宝 以及十户自产自销的三星米农 赴台北希望广场推销最优质的三星米 宜兰新闻记者林奇硕 采访报导